我們這個月在10月14號到16號 所跟隨著臺灣明星指數所進行的調查 主要的調查結果在這邊跟各位做個說明 第一項當然是有關於最近所謂大家在談論 需不需要讓海協會的董事長 會長陳玉玲來臺灣 我們這次調查結果是50.3的民眾 是贊成政府讓陳玉玲來臺灣 進行第二次的這個江城會談 那31.2%是不同意 那第二個是關於就是說 民眾認為第二次的江城會談 就是海基會的這個董事長 江炳坤跟海協會的會長陳玉玲 第二次的會談 那民眾認為要去簽訂哪些協議 會比較有幫助 我們這樣我們的問法是分成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對自己家人或親友 如果簽訂哪些協議 對自己家人或親友會比較有幫助 那第二項是對我們社會整體 哪幾項的協議會比較有幫助 但是共同的地方都是在於食品 民眾都認為要去建立食品安全的通報機制 那這也是因為最近這段時間 大陸毒奶粉事件以來 民眾認為這個是最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說不管對自己家人也好 對整體社會來講 這一項的協議是最迫切的問題 也需要在這次第二次江城會談 當作一個最主要的議題 那規結剛剛這兩項 對自己家人或親友來講 民眾認為對協議的重要性 那主要的背後我想是 第一個當然像剛剛提到的食品安全的部分 那第二個當然還是包括便利性 包括像職行也好 結婉取職也好 增加航點航班也好 這些都是基於便利性 或是降低旅行成本 這些考量 那如果是對社會整體來講的話 基本上民眾會認為的 背後的這樣觀點就是貨倡起流 然後能夠帶動台灣的經濟發展 主要是這樣的觀點 那這次的調查結果 其實在這個方面 這一題方面來講就是說 雖然第二次的江城會談 對兩岸執行的議題 早就有所規劃 而且有它的重要性 可是目前來看 民眾更關切的是 兩岸食品安全通胞機制的問題 在這個調查上面也反映出來 那這一項其實是有關 兩岸這個民生健康 跟安全機制的建立 那這樣的一個制度的一個實際成果 那我想會被台灣民眾 視為是大陸對台灣 歉意跟善意的一個具體表達 針對大陸毒奶粉這個事情 那也將是民眾去判斷 第二次江城會談 是不是成功的主要關鍵之一 那這是有關這個 陳雲林來台的相關議題 那同時我們在這個月也這個 例行的調查了這個 馬英九總統的滿意度 那馬總統執政五個月的評價 滿意度是23.6 不滿意的比率是67.6 整體來講跟上個月來看 其實大概沒有差異太大 都還在誤差範圍之內 但特別注意的是 這一次其實是在 馬總統執政五個月 剛好這次的調查 是剛好在大陸毒奶粉事件發生的前後 那但是相對來講 在雖然說像我們剛剛報告 就是說沒有在這個誤差範圍之內 但是其實差距是有些微的拉開 這是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有關國民黨立委 在立法院整體表現的評價 滿意的比率是22.1 不滿意的比率是61.7 那不滿意的61.7 其實也是已經達到在他們這個就任 這個立委上任 國民黨立委就任以來 不滿意的比率最高的一次 這也是特別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那在這個調查的附加調查上面的最後一項 是我們也問到 民眾認為誰比較有能力去領導民進黨 那是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還是前任的總統陳水扁 因為陳水扁擔任過民進黨的黨主席 那民眾整體的民眾來講 51.7% 認為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比較有能力去領導民進黨 那認為是陳總統的是18.4 那這樣的背景其實從這個8月份的這個 陳水扁家人必然開始 就是開始有830的遊行也好 或是馬上要面臨的1025遊行也好 那可以看到這兩位其實在 在這個新聞上也好 在這個各層面也好 似乎有一些角力跟抗衡 抗衡的一些作為 所以我們來問這樣的問題 那但是當然這樣的問題 我們也 我們也從這個民進黨支持的角度 來做交叉分析 那民進黨支持者的交叉分析來講來看 那認為蔡英文比較有領導能力的是47.9% 認為陳水扁的是36.7% 跟剛剛的結果差別很大 也就是說他們顯然這樣的差距是非常接近 而且各居於方 那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比較這個偏向投鼠忌器 比較低調 他也比較不敢輕忽 陳水扁的這樣的影響 那陳水扁他的最後一撥 不願意放棄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角力場 那也是其來有志 這是我們的這一次的調查結果 這是我們的改正 我們進入 我們現在的一個 我們現在是 這個 我們現在